我去 还以为林凡他会有后手呢 现在看来 那根本就是被人家当出气筒了 就是啊 这个西北王家可真够恐怖啊 我记得龙家和林凡的关系不错 没想到居然也不来支援 就这样 刚才他还敢瞪我 我倒是要看看 这小子还能翻起什么浪花 林凡依旧慢慢地品着茶 望着显示器上的打砸画面 面色如常 似乎是置身室外 要不是这里的人都知道这是他的企业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事与他无关呢 二十分钟左右 厂房大部分的地方都被打砸得差不多了 可惜还是没找到人 这让汪大海很是不爽 把这个递给林凡林老板 汪大海对着手下的一人说 这个眼神有意无意地扫了林凡一眼 为了对付他 自己这次也算是下了邪辈啊 果然 林凡看了那张单子一眼 脸色骤变 这上面写着一些名字 都是女人的名字 而且还都是跟林凡有关的女人 汪大海就想看林凡吃饼 现在终于得逞了 他笑着说 林老板 你别急啊 我还有更加让你生气的东西呢 去 把我专门做的那个花名册给林老板送去 林凡拿着这些花名册 脸上的震怒就更加的难以掩饰了 汪大海这个杂碎 不仅查到了林凡女人的住处 甚至还有照片 居然弄了一个 类似于烟花场所的图册呀 其他人也都是愣住了 林凡这个反差可有点大呀 同时 他们也开始对这东西感觉很好奇 果然 汪大海他并没有让众人失望 他拿出了无数本对着众人发下去 这一个举动在林凡的眼里 那无疑是令他暴怒的 不过 两杯花茶下渡之后 他愣是把这怒火压制了下去 我只说一遍 这东西谁敢给我翻开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我林凡是什么人各位心里清楚 这看似极其平淡的一句话 让他本来有些兴奋的准备去翻开这本册子的众人 顿时愣住了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可惜也就是没人敢动 我还就不信了 汪少爷在这儿 你也敢放肆 能不能活着还是一回事呢 就是 我也要看 听说你金屋藏娇无数啊 你这死了总是要有人接盘嘛 对对对 哎呦 嘿嘿 这妞不错呀 哇 这上面还有三围 当着林凡的面打开的一共有五人 林凡随手一把银针抛出去 第一个打开的人脑袋被一根银针直接刺中 嘴里顿时发出了一声惨叫 没死 但却疼痛的脸都变形了 第二个 林凡再次出手 依旧是没心未知 依旧是一根银针 五根银针出去 让五个人废了 这些人虽然带着高手 甚至还有一个高手 想要用自己的身体去挡 可是这些银针直接摸过他的身体 洞穿了那个该死之人 大宗师巅峰强者 在江南八省依旧是如此恐怖的人 这一次再也没人敢质疑林凡的话了 汪大海也并没有阻止 他就是来杀鸡井猴的呀 林凡越是过分 对他收遍江南八省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林少 别生气呀 就是看看你的女人罢了 至于吗 汪大海也想学林凡的那种淡然 可惜他却始终学不会 甚至从坐下来的这一刻起 就已经落了下风了 并且从这一刻起来的